吕祖继续说道 就在你准备渡劫时 你们大厦世界的夏皇告诉我一个消息 说纪宁在陈玉山脉和少延市的九大天仙一战 那一战牵扯甚大 甚至还释放出了一些被关押无尽岁月的神魔 不过主要还是纪宁和少延市的天仙们的四大 少延市死了两大天仙 分别是金钟天仙和火拔天仙 纪宁有八九玄弓护体 少延市根本杀他不得 所以用了手段 令纪宁误杀了百亿凡人 于威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他顾不得震惊少延市有九大天仙 顾不得震惊纪宁杀了两位天仙 也顾不得震惊纪宁有八九玄弓护体 他现在脑海中只是回荡着 误杀百亿凡人这一句话 误杀百亿凡人 于威难难自语道 天道无情 他自有罪孽功德判定 即便是误杀 也需承受足够的罪孽 傻如此多凡人的罪孽 想想都是可怕 哎 罪孽滔天 夜火降临呢 吕祖继续说道 少延师祖独仇仙人 使用了咸天灵宝振戒塔 将夜火缠身的孽宁 直接送出了大厦世界 送到了某个危险绝地 现在早就过了七天了 这孽宁硬是扛过了夜火 可是他一直没能回到大厦世界 应该是陷入了某个危险的绝地 无法回大厦世界 于威的心里是跌宕起伏 听到纪宁扛过夜火 他松了一口气 可听到纪宁没回去 他又紧张了 师父 你可有办法 哎 没办法 吕祖摇头 朕阶塔 那是先天灵宝 有莫测的威能 完全能送到三阶外的 无尽虚空中 而三阶外的无尽虚空中 有诸多绝地 很多绝地 都是无法使用大挪移的 甚至有些地方 连我陷进去 都有可能生死 金宁现在无法回去 肯定是困在哪 时间越长 他就越危险 说不定何时就会死了 于威身体一颤 吕祖只能摇头 我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无尽虚空的一些绝地 恐怕真神道祖 才敢去闯一闯 可是 一些绝地 实在太过好广 就算是道祖亲自去探查 有些绝地 也需要探查万年百万年 才能探查个遍 像上古废墟世界的寂灭之余 那是环绕着整个上古废墟的 道祖要查个遍 也的确要无比漫长的岁月 那 那 于威难以接受 等吧 吕祖说道 济宁修的八九玄弓 他的师父肯定是道祖 也就道祖 才有一丝希望 在无尽虚空中找到济宁 只是要多久 不知道 希望他师父找到他之前 他还能活着 于威咬着嘴唇 吕祖看着于威道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想回大厦 嗯 吕祖微微点头 大厦世界 安禅城的上空 乌云翻滚 狂风呼啸 雷电霹雳 在乌云中游走 石而朝下方披下 轰隆声不断 还有着倾盆暴雨 在雷电风雨中 一名黑衣少女撕裂虚空 出现在了安禅城的上方 师弟 我回来了 可你为何又不在 黑衣少女看着下方的安禅城 却感到了一阵阵的揪心 她前世的心就冰封了 今生父母死后 她更是变得冰冷 而纪宁 便是她心中 真正唯一的牵挂 为了纪宁 她什么都愿意 便是毁天灭地 她都不会犹豫 甚至之前天节中的心魔节 余微也是凭借着 对纪宁的感情和牵挂 扛过了那漫长的心魔节 也令她的内心中 对纪宁感情更加的深 在心魔节中 她和纪宁已经一起 相伴三千年岁月了 余微朝下方飞去 飞入了安禅城 飞入了黑白雪宫 她的心石扫过了黑白雪宫 和另外一道心石碰撞在了一起 电才仙人瞬间出现在自己洞府的上空 她一抬头就看到了远处飞来的黑少女 不由惊喜到 余微 你渡过天节了 电才仙人也不敢相信 纪宁如果度过天节 她不会吃惊 可是余微 竟然度过了天节了 余微当初 仙缘大会 可是在明月山水途中就失败了 她的天子 也无法和纪宁相比 这才短短的数十年 纪宁都没度节呢 她怎么都度过天节了 难道是说余微的天节威力很弱 吕祖吕洞宾指点弟子很是厉害 所以这余微就成功度节 嗯 余微轻轻点头 电才仙人激动到 哎呦好啊 如今正是动荡之时 我黑白雪宫竟然又多了一位天仙 太好了 太好了 忽然 电才仙人想到了纪宁 想到纪宁和余微已经结成道理 顿时脸上笑容消失了 甚至还有些愁愁 该不该说呢 电才师叔 余微开口道 不必喊师叔了 电才仙人当即道 余微如今的实力 二者当平背论交 毕竟修仙者算年纪没有意义 比如余微觉醒前世 算上前世恐怕比电才仙人还要大得多 你是纪宁的师父 我自然喊你师叔 你是要和我说纪宁的事吗 你 你知道了 我回大夏世界之前 师父已经告诉我了 那吕祖可有办法 他可知道纪宁现在被放逐到哪里了 不知 那我们现在 电才仙人也是一直牵挂着纪宁的事 等 电才仙人想到了什么 连忙嘱托道 纪宁杀了邵延氏的两位天仙 邵延氏怒火冲天 虽然放逐了纪宁 可他们还没有罢休 一切敢走出燕山的济氏子弟 都会被邵延氏给杀了 你是纪宁的道理 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 恐怕也会对你下手 你现在刚刚成为天仙 不宜和邵延氏硬碰硬 对我下手 虞威的眼中掠过一丝冰冷的沙印 上古废墟世界的寂灭之鱼 纪宁远远的抛飞开 随即又站定 他看着四周 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中满是张狂 眼中却有着一丝不舍和歉意 那是对自己在乎的人的不舍和歉意 不能陪你们了 纪宁心中默默的 他的神力已经完全消耗光了 远处之前和纪宁交手的紫色披风战士 却后退了 那群紫色披风弯角战士 却都说了起来 统托比过了 下次就让我上吧 下次让我上 凭什么是你 难得遇到个厉害的一族 还打不死 最佳的魔力机会 慢慢来 别急 那金色披风将军却说着 那个一族看样子似乎是不行了 让他休息一下 等恢复了 你们再一一去挑战 只要他不死 你们都有机会 纪宁愣住了 原本以为自己必死 怎么还让自己恢复 这断角世界的战士还真是好战 难道将我当成靶子了 纪宁疑惑 那位将军和众多紫色披风战士 却无奈的很 好战 是好战 可是以他们骨子里的本性 是会将敌人给直接的杀掉 哪会这么拖下去啊 可是 这是母皇的命令 甚至母皇的意念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一个个去和纪宁交手 他们哪里敢违背啊 管他呢 能活一天是一天 纪宁当即站在虚空中 同时遥遥感应着无尽虚空深处 那两颗巨大的星辰 太阴星和太阳星 直接吸纳力量 转化为神力 水浮中 黑色道袍 道袍宁正盘膝坐着 黄毛大雄却出现了 纪宁 大雄前辈 黑色道袍宁 看着黄毛大雄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觉得你已经达到一个极限 都敌不过那紫色披风家伙 怎么突然又 黑色道袍宁明白大雄要问什么 对着大雄也不隐瞒 毕竟三界当中能够利用心力的还是有些的 当即说道 大雄前辈 之前我神力即将消耗殆尽 自觉生路无望 于是不顾一切 轻力施展出我的最强剑法 谁想剑法之威也超乎我自己的预料 我这才发现 我的心力竟然也随着我的剑法消耗掉一些了 心力 黄毛大雄吃惊 你能将心力透过剑指施展出来 这 黄毛大雄也不敢相信 其实 黄毛大雄对心力的了解还不如纪宁了 纪宁好歹学了后裔剑术 更在方寸山看过一些三界常识书籍 而黄毛大雄 则是当年跟随三寿道人时才知道一些 你 你也能将心力用在剑指上 你还没杜劫吧 黄毛大雄依旧震撼得很 在三界中掌控心力比较出名的 哪个不是一些可怕的存在 一般都是真神道祖 就算次一等的 一般也是天神真仙 这和杜劫不杜劫无关的 黑色道袍纪宁摇头说道 这和心力境界有关 按照后裔大神划分 心力分为五大境界 这次夜火降临 以及在寂灭之狱中的经历 反而让我在心力上达到了第三层次主宰 加上在寂灭之狱流浪的这半年多时间 我几乎都是在修炼后裔剑术 对心力把握也是更加的完美 可能是因为后裔剑术基础扎实 以及心力达到第三层次 我才能机缘巧合下施展出来吧 第三境界 黄毛大雄却不懂 他根本不知道后裔划分的心力五层次 不过又能如何呢 黑色道袍纪宁摇头道 就算懂得心力在手指上的运用 可我毕竟未能曾渡截 面对着上古废墟中的断角世界 我根本敌不过 更别说逃出这寂灭之狱了 别丧气嘛 黄毛大雄说道 你能悟出心力在剑纸上运用之法 也算是有些收获了 我可没丧气呢 黑色道袍纪宁很是平静 哦对了 断角世界浩浩荡荡的军队过来 完全能够擒纳下你 不过他们怎么没动手 反而让你恢复啊 黄毛大雄疑惑追问 黑色道袍纪宁也是摇头 这我也不知 听起来似乎他们将我当成一个靶子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吧 哎管他呢 只要能够不死 我自然要活着 拖得越久 师父他就越将有可能找到我 这一线生机 我当然得把握住 嗯 在水浮的飘渺虚无空间中 黄毛大雄又回到了这儿 看到那七大强者 怎样 黑甲妖娃女子连声问道 金宁说断角世界军队之所以没杀他 也没抓他 只是困住他 似乎是想将他当成靶子 用来磨砺 断角世界的一些强大阵势 不过 这原因的确不用穷究 不管如何 金宁现在没生死危险 你们也不必暴露 我们慢慢等待 拖的时间越长越好 如果菩提老祖能够找到金宁 那就一切好了 那七位神魔都点头赞同 还有一重要的事 金宁说他悟出了心力 在手指上的运用之法 黄毛大雄说道 所以他的实力就大增了 悟出心力运用之法 七名神魔同时惊呼 红发更是难以置信道 他 他 他可是 这 这可是心力啊 心力 他怎么可能悟出啊 金宁本就修炼后一剑术 有了一套心力法门 有所触动吧 而且他心力也达到了第三层次 他说什么 心力第三层次 还说后裔划分了五大层次 可我却不懂 第三层次了 哎呀 真是妖孽 简直了 这七位都蒙了 黄毛大雄在上古盘古世界时 无需参战 可他们七位跟随三寿道人 是真的需要一场场厮杀的 自然对于三界中 很多强者的讯息 很是了解 知己知彼 才能活得久 他们当然清楚 心力五大层次的划分 很清楚第三层次 在上古盘古世界 也算是很高的水准了 真不愧是人族啊 七道身影中的志同 叹息了一声道 哎 人族的悟性 当真是万族之冠 也不知道女娲娘娘 当年如何创造出 如此悟性的族群 和人族一比 我们神魔的悟性 几乎等于没有了 人族从魏莫中起 却能成为上古盘古世界的主人 连道族层次的存在 也是人族诞生最多 甚至人族一族的力量 就抵得上其他万族相加 我们这位少主 更是人族中的绝世妖孽 没得比 没得比呀 那老者也是感叹 他们都是真正的神魔 他们中最小的一个 都是上古盘古世界 刚刚诞生时 随之孕育出的 他们活得和其九 他们是眼睁睁看着人族强大的 人族刚刚诞生时 非常的弱小 恐怕随便去一个 厉害点的神魔 都能灭掉整个人族 可是人族 是女娲娘娘所创造 盘古死后 女娲乃是上古最强 自然没谁 无缘无故的灭掉人族 人族繁衍很快 悟性极强 成长又快 天贤 纯阳真贤 乃至大罗道祖 不断诞生 人族地位 也是越来越高 甚至到了最后 单单一个人族 就能抵得上 其他万族 连一些混沌神魔 都必须承认 人族的地位 敢对付人族的 人族的大能者 早就是直接给灭杀了 不愧是我们的少主 神王的传承者 一看起来很有亲和力的少年 感慨地说道 竟然在渡劫前 就能悟出心理御用之法 再结合摘星手 恐怕我们的少主 将会是反须神魔中 几乎最强的存在 甚至无比接近天神呢 现在还不够 不过少主的确有望 无比接近天神 血蝎也是点头 天神和反须神魔的区别 当然很大 不过又有几个天神 有摘星手 如此逆天的神通呢 又有几个掌控了心力呢 单单这两点 就弥补了很大的差距 不过 即便如此 也仅仅说 有望无比接近天神 不敢说达到天神层次站立 因为神魔度界 一旦成了天神 单单神体 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且天神的神力 也同样是一个大的跃迁 神体神力 两方面的差距太大了 单单摘星手神通 是根本无法弥补这种差距的 就算加上玄妙的心法 也是难说 更何况 天神在道的境界上 也是极高的 所以 从古到今 从来没谁 反须神魔 能真正达到天神层次的 当然 既你也是从古到今 也未曾如此妖孽的 首先摘星手 仅仅一人会 另一个三寿道人 已经身子 心力运用 虽然会的是有一些 可在反须神魔层次就会的 那就少之又少了 毕竟 纪宁也是先得后翼剑术 而后经历夜火降临等 诸多困境 令心力达到第三层次 最终才悟出 能够将摘星手 心力运用于一身 纪宁也算是真正的妖孽了 所以 即便是从盘古开天地后 就活着的七位神魔 也是感叹 纪宁将无比接近天神 一族在干什么呢 似乎是在修炼呢 将军和801名紫色披风战士 都看着远处的人族少年 而此刻的纪宁的头顶上 则是悬浮着两颗微型星辰 分别是一颗微型太阳星和太阴星 太阳星上火焰环绕 有金屋飞翔 太阴星上更是有桂花树生长 甚至太阳星太阴星都是千毫必现 仿佛真正的两颗至尊星辰 缩小了无数倍 神力不断恢复 纪宁很平静地修炼着 许久 等神力完全恢复 纪宁又恢复了巅峰状态 纪宁睁睁开了眼 目光扫过那些断角世界战士 哦 他停下了 看来是恢复了 将军微笑点头道 北龙涅 你上 是 一名紫色披风战士眼中燃烧着战意 兴奋的戏长舌头都伸出来 发出了刷刷的声音 野族小子 我可不会像同托他们那般无用 哈哈哈哈 刺耳的笑声还在响着 一道黑光便已经划过长空 来到了纪宁身前 一场场大战 每次都是一名紫色披风战士单独和纪宁交手 有的在单独攻击上比不过纪宁 可在速度等方面上还是占有优势 完全能比拼 紫色披风战士中也有极优秀者 甚至各方面都压制纪宁的 每一次纪宁都厮杀到神力消耗殆尽 而后罢手安心修炼 赤明九天土恢复 而义族们也容许纪宁恢复 战斗修炼 战斗修炼 义族们一个个交替着 疯狂压榨着纪宁的潜力 三大母皇则是透过一次次的交手 感应心力的波动 努力的要推演出心力法门 时间流逝 转眼便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在战斗中 纪宁都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这十二年 他完全沉寂在心力运用中 每一次战斗都是一次魔力 他不断地尝试着 他的心力在手指上的运用 也是愈加的精妙 如今 纪宁甚至一剑指中 就能消耗掉大概三十分之一的心力 这已经是非常的惊人了 可显然还是没有达到圆满 两颗微型星辰 太阴星太阳星悬浮在纪宁的头顶 体内大量神力在转化着 这十二年的岁月 纪宁的神力也在不断地成长 越加的浑厚 越加的圆满 直至今日 已经真正达到了赤明九天图第十六重的一个极致 哼 神力终于开始蜕变了 济宁突破到赤明九天图第十七重 并没有多大的动静 连断角世界边军第一军的高层们都没有意识到济宁已经突破了 这赤明九天图就是如此 只有大的层次跨越时 才会引起太阳星太阴星降下真水真火 小层次突破 动静都是很小 哇 更为精纯的赤明神力 就仿佛化作无数的溪流在神体内流动着 令神体变得更为强大 第十七重 这是本尊渡劫之前的一个极致 若是敢再提升到第十八重 那么天结随时可能降临 虽说 现如今掌握了心力 济宁底气更足 可是夜火缠身 罪孽极大 天结之威恐怕也是更加的惊人 如果能够活着从寂灭之欲出去 济宁都无法想象将来自己本尊渡劫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是摘星手唯一传人 又是菩提老祖弟子 又是神魔炼体肚结 还是夜火缠身 济宁无法想象 一般神魔肚结 九九雷结都常见 一旦肚过了 可就是天神了 自己可不是一般的神魔 听闻炼气流中的一些逆天者 肚结也会遇到九九雷结 济宁想到 而我是神魔炼体 我的天结 天结的威能 到底牵扯哪些因素 至今没完全弄清 可还是有很多的潜力可循的 比如 吕东斌一个炼气流肚结 就是九九雷结 普通神魔 九九雷结常见得很 还有一些逆天者 像三界中一些真正集天地之精华诞生的神魔 他们出身资质实在是太过的妖孽 渡天结时也不是寻常的天结 济宁现在有一种感觉 自己恐怕会如同那些聚天地精华而生的绝世神魔 哼 管他呢 现在有这么多对手 无需留守 让我琢磨心力 我可不能浪费了 济宁睁睁开了眼 停下了修炼 看来他恢复了 这次可轮到我了 一名魁梧的紫色披风弯角战士哈哈笑着 手持着四柄长柄大锤 踏着虚空直接朝济宁沙来 虽深处绝境 可既然无路可逃 济宁也不再多想 他全身心地投入在战斗中 随着对心力运转越加有经验 济宁的实力也在不断地提升 他的剑指刺出去发挥的心力越多 威能自然就越大 也让那些紫色披风战士都有些苦不堪言 从第十二年开始 也就是济宁突破到第十七重后 紫色披风战士中就有近半面对济宁就处于下风了 随着心力施展越加的强大 一个个紫色披风战士被济宁压制 不过实力的差距不是太大 完全能保命 到了第十五年 济宁都有把握在厮杀时杀死其中几个被他克制的对手 可济宁没有杀 因为他担心 一旦杀死紫色披风战士引起对方暴怒 那就得不偿失了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拖延时间 最好拖延个几十年上百年的 这时间越久 师父菩提老祖找到他的可能就越大 第十六年 济宁一招剑职已经能够消耗掉二十分之一的心力了 这是权力以赴的状态 济宁也仅仅能够施展一只手 同时施展六只手 他可做不到如此的境界 第十七年便达到一招消耗六分之一的心力的层次 第十八年便可以一招消耗掉十五分之一的心力 这时对心力的运用已经圆满 没有丝毫心力的外泄消耗 济宁也感到无处可提升 虽然和后翼剑术的心力消耗相比差了一些 可毕竟晋身战和弓剑之术还是有所区别的 除了心力运用的逐渐掌握 济宁的剑术也是越加的厉害 在寂灭之域 没有任何道的影响 反而让济宁更加纯粹的感受剑术 令他隐隐触碰到剑的真正本质 济宁在寂灭之域一直战斗 他的生活很平静 可是在遥远的三界中 大下世界却不再那般平静了 安禅城黑白学宫 夜 在黑白学宫的一座山峰上 一名黑衣少女和一名黑袍黑发男子 正疯而坐下 都饮酒默默的沉思着 吴建门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殿才仙人的眼中有着怒意 随即也是摇头凯叹 不过他们也的确厉害 竟然能够让安禅北山市内部分裂 让那么多安禅北山市的高层 欲要投靠他吴建门 幸好通和前辈一怒之下出手斩杀 就在今天一个时辰前 通和天仙一怒出手 将安禅北山市反须层次的高层斩杀过半 所有的忍逆者进阶身死 通和前辈出手 吴建门下了通牒 再不投靠 可就成死敌了 殿才仙人看向于威道 于威 你说 该如何是好啊 我们说又有何用 吴建门真正在意的是通和前辈 通和前辈 据说有近乎媲美纯阳真仙的实力 于威说道 正因为如此 吴建门才会在我安禅郡 花费如此大力气 他们就是要将通和前辈 给拉拢过去 吴建门在我们这儿 花费的力气是大 其他郡虽然也乱 却也不至于我们安禅郡这般 不过通和前辈果真决绝 北山市内部分裂 近半想投靠吴建门 连驼山天仙都被吴建门给活捉了 他竟然毫不犹豫 直接斩杀过半反须 且不顾驼山的生死 就是站在夏皇这边 现在吴建门下了通牒 安禅郡即将面临一场劫难 想到劫难 殿才先人便想到了纪宁 那个经常能够创造奇迹的弟子 那个能够杀到少延氏老巢 能斩杀两大天仙 且能力扛夜火的绝世弟子 唉 也不知纪宁现在怎么样了 十八年了 还是没回来 殿才先人的眼中有着交集 十八年了 于威看着夜空中的明月 心中却是无尽的思念 师弟 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 持些回来也好 能躲过这一劫 殿才先人有着怒色道 吴建门如此肆无忌惮 通合前辈依旧在夏皇这边 可夏皇也不来帮忙 整个大厦都乱了 处处要他帮 他又能怎么办呢 于威感慨道 而且师叔 你又怎么知道夏皇没有暗中帮忙呢 仅仅十八年 大厦的局势已经比纪宁还在时 要恶劣了过百倍都不止 当初纪宁还在时 整个大厦仅仅是各郡内部有些纷争 整体还是比较平静的 可随着纪宁斩杀少延氏两大天仙开始 整个大厦世界拉开了天仙陨落的序幕 或者吴建门出手 或者夏皇怒而报复 开始了各种暗中的较量 一个个天仙深思 大厦的诸侯们顶尖大宗门教派 也都出现了一些仇杀 愈演愈烈 连大厦的第一杀手组织血云楼 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一次次的出手 为吴建门攻杀一些难啃的骨头 在九年前 安禅北山市的其中一个部族老巢 出现了危险 连去探查的散仙都深思 驼山天仙和于威一道前往查看 二人联手 按理说逃命是没问题的 谁向吴建门这次下了巨大的代价 于威凭借吕祖赐渔的逃顿之术 才侥幸逃脱 可驼山天仙 却被活活的擒拿住了 通河建仙知道也晚了 驼山天仙已经被关押到了第五世界了 驼山天仙这一次被活捉 也真正开启了吴建门和安禅郡的纷争 三界中都以为我早已经死去 可这吴建门竟然知道我还活着 通河建仙也感觉到不妙 吴建门比他预料的还要难缠 这吴建门从各个方面来影响通河建仙 部族领地外力等诸多方面 可通河建仙能有大义力完全隐居在无尽岁月 岂是这吴建门能轻易豁动的 你诱惑我看好的族人 诱惑我欲要培养的反须地仙 反叛者 杀 驼山的生死 你们吴建门要杀就杀 通河建仙似乎没有任何破绽 彼此斗了九年 期间有过数次大战 连于威殿才仙人也遇到过危险 同时 于威成为天仙的消息也终于传开 他的实力也得到了公认 不过 在吴建门的袭击下 于威和殿才仙人也是得到通河建仙的救助 通河的实力的确是强大 仅仅一人 便曾经杀的吴建门三十六名天仙溃逃 这就是近乎纯阳真仙的实力 自从通河建仙真正展露出他的光芒后 连少延氏也不敢来安禅郡捣乱了 虽说独丑仙人威名同样不小 可独丑仙人是胜在狡猾难缠 分身众多 而绝剑仙通河建仙却是真正本身战力惊人 寂灭之欲 剑原来可以这般纯粹 纪宁正和一名紫色披风战士战斗着 只见他的剑指指尖隐隐有着银白的锋芒 纪宁的剑指和敌人的巨斧碰撞 却将对方巨斧完全震飞 手指中的银白锋芒 这是纪宁战斗十八年除了心力外的另外一个收获 这十八年的战斗 比纪宁前面数十年加起来的战斗都要多上百倍千倍 因为他除了神力恢复就是在战斗 一次次战斗 无数的战斗 而且没有任何道 甚至都没有剑道的影响 纪宁无需考虑怎么样才能引动更多的天地之力 他无需考虑这些 他只需要寻着心意 寻着战斗的直觉来使用剑术 于是纪宁的剑术就越来越纯粹 直指剑术本质 剑术越加纯粹 直至一天 纪宁的剑指指尖出现了这种银白的锋芒 这种银白锋芒会令剑指更加锋利 比真正的神剑还锋利 穿透性也更强 在水浮中 黑色道袍纪宁更是询问黄毛大雄 大雄前辈 你可知我的剑指锋芒是何物 这你都不知道啊 大雄疑惑道 你连心里都知道 怎么 哦 是了 恐怕菩提老祖担心你好高骛远 暂且没有告诉你吧 怎么了 对剑仙而言 乌透剑道后并非是真正的剑头 当乌透完整的剑道大道 之后随着对剑的本质的追寻 在使用剑术时 剑芒会自然出现这种锋芒 这种锋芒也被称之为剑之力 一般是乌透剑道大道后的爵士剑仙们 才会逐渐发现的力量 现在你刚刚才触摸到 应该算是剑之力的最基本的层次吧 剑之力 济宁恍然 我明白了 我在方寸山看过一些书籍中曾有记载 说完全领悟太极大道后 追寻太极本质的同时 会逐渐拥有一种奇特的力量 也就是太极之力 看来我这剑之力和太极之力也是差不多了 嗯 对 济宁完全明白了 太极之力 剑之力 这些一般都是太极之道 完全大成 剑道大成后 才会逐渐掌控的力量 算是额外的附加 会令战力更强一些 修仙 最怕是浩高无缘 济宁感慨 就像刚刚进入黑白雪宫 黑白雪宫的元神道人 散仙地仙们都不会告诉你道 分为是天道 大道一样 就是怕浩高无缘 反而是一事无成 菩提老祖也是一样 如果早早就告诉济宁有剑之力 唯恐济宁在感悟剑道的时候胡思乱想 影响剑道的提升 我都没有完全掌控剑道呢 竟然先拥有了一丝剑之力 济宁笑着感慨 这十几年的战斗 比你来寄灭之欲之前 所有的战头加起来 都要多了不知道多少 剑道本就是功法之道 如果这里有天道有剑道 恐怕这十几年 你在剑道上的进步也会很惊人的 大雄说道 而这里没有剑道 使你在剑道上没有丝毫进步 不过让你无意中追寻剑道本质 掌握了一丝剑之力 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你能够探寻到剑道本质 相信对你之后感悟剑道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 既您也是轻轻点的 一会儿说道本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